阳光明媚,油猪在广阔的草原上悠闲地吃草 油猪这个名字很特别,主要是因为它的眼睛下面长了油 它们本是群居动物,而这只油猪独自一人,没有其他伙伴 其实,油猪的适应能力比较强,形单影制的时候能独立生活 在群体活动中又能尽然有序,诚实守信,履行职责 它们很爱吃草,经验植物,但是也有迫不得已的时候只能吃一些动物腐肉 今天这样的天气很舒适,所以这只油猪的状态也很不错 但是在恶怜环境下,油猪有着惊人的顽强生存力 它们在高温缺水环境下可以一连好几个月不喝水 这对于我们人类而言是万万不可能的 它们还有个很怪异的癖好,就是毫无洁癖地在泥潭里面打滚,沐浴泥沼 其实啊,这样子是可以帮它们消灭身上的寄生虫,同时还能凉快凉快 油猪体型比较大,有四颗又长又尖的獠牙 可以帮助它抵御狮子的攻击 但它如果面对的是一群狮子,豹子 它们只能选择灰溜溜地逃走 正在这时,离油猪不远,一群猫又正在移动身体 只见它们的躯干比直修长,四肢均匀 这身材一定算得上非洲草原上数一数二的了 相信大家都看过迪士尼动画《狮子王》吧 里面的角色盯满的原型就是猫又 猫又是母系社会,群体的首领主要有益子的天堂 作为一群群居动物 它们往往四五十只成群 它们在白天保卫自己的领地 捕食食物并照顾群体中的幼崽和其他动物 它们的繁殖并不严格按照季节进行 一年可以生育大约两次 每次大约生育六七个孩子 猫又看到这只油猪后 突然停止了动作 纷纷朝着油猪跑去 它们是要攻击油猪吗 猫又成群结队地来到油猪身边 没想到,在来世凶凶的猫又面前 油猪竟然乖乖躺下了 自己一动不动,任由猫又行动 原来,猫又并不是想攻击油猪 而是为了帮助油猪 猫又可以用它灵活的爪子 抓住藏身在油猪毛发里的狮子和小虫子 并且吃掉它们 那么年有个小虫子 我给大家与点一谷 我们就等下来 我给你们看 咱们看